陪钱运回燃料棒!侯汉廷,何似有罪民进党才是罪人!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在脸书表示,请大家支持以和养绿公投,民进党无视最新多数民意支持和电,将和四然料棒陪钱运送美国。 苏贞昌还说,是当年国民党没能力处理。 首批八货柜车的和四燃料棒运上扬明海运货柜。记者赖宇威摄影。 回顾民国95年,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,不但延长和四公期,还追加448亿元预算,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,也曾亲赴台电,要求和四如智,如期完工。 如果和四有罪,民进党必是罪人。如果和四无罪,那么反和的民进党也是罪人。 侯汉停说,如今的罪魁祸首,将台湾能源搞得七零八落,耗费民之民高,还能大言不惨。 在公开场合推卫谢责,保生大地都处理不了的罪人,国民党自然也无法处理。 但科学能处理和废料,民进党不该再恐吓造谣。 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已造成缺电、涨电价、增空污及生态破坏。 8月底之前,我们还有能力,挽救台湾的能源。 请大家共同支持以和养绿公投联署,废掉民进党不切实际的飞河梦想。 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,阻止飞河浩劫。 进入网站,点选下载或使用便利商店代码列印,交代粘贴寄出即可。 以和养绿公投官方网站。 以和养绿公投居于2018年8月31日前收集到30万份联署书,才赶得上年底大选公投。 更多Urban报道。 白地看到护送是足奖杯。 鹅超模故事超传奇看到傻眼。 误认坠楼女为娃娃搬走。清洁妇下道去收金。 赴退休金遭砍被迫在工作。军工交子女,我有话要说。 她想给远去男友惊喜。送餐员惊剑室内裸女不单纯。何能大灾问。 核四燃料棒首批运美。台电将寻找买家。 81亿剩29亿。燃料棒便原料卖。2850亿打水漂。电价将涨0.11元。 。燃料棒运美。为何要保密,沿路借户。13分钟和安警讯。和二无辐涉外事。 。 今日最夯新闻流量前三名。蔡政府当凯子。多付9000亿公筒。 itzindex.1950亿。 升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